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有伤病隐患的郭爱伦和韩德军等人就可以很好的恢复 郭爱伦自从伤好复出之后在比赛中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今年的比赛也让他身心疲惫 又因为这一次无缘季后赛FMVP 所以现在比赛状态也不是很好 相信有了这一段时间的缓冲 郭爱伦一定可以更好的迎战亚洲杯 更好的替国争光 此外还有比较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张振林 由于张振林已经提交了前往美国的相关申请 按照此前的计划应该会打完亚洲杯 就去参加美国的特训 通过亚洲杯的表现去评估 看看能否得到美国NBA星探的关注 从而进入联盟打比赛 或者是进入他们的训练营进行特训 一旦他入选后如果还要参加杭州的亚运会 在时间上肯定是无法调节的 在7月中旬打完亚洲杯 然后去美国参加集训 9月份再回来参加亚运会 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紧张 而这一次亚运会的延迟 真的是振合了张振林的心意 这样他在美国就有了充足的时间 可以去打一些夏季联赛 来评估一下自己的实力 对自己的未来也就可以有了一个清晰的规划 看看能否冲击NBA的水平 如果效果明显的话 就可以留在美国更好的发展 如果折腾了两到三个月 还是没有办法得到NBA的认可 那么完全就可以返回辽宁南篮 去帮助辽宁队征战下一个赛季 希望他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吧 这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留言 下期节目再见